困在機場 困在飛機上 太久了 那我們等一下 宵夜 見 野菜湯 冬天衣服真的很難受 好懷念喔 大家好 我是Sysio 這支影片過後應該要改口說 おはよう こんにちは シャシャです 應該是這樣說沒有錯吧 那今天呢就是要來收行李了 那為什麼我會特別想要拍這支收行李的影片呢 因為我發現到冬天衣服真的很難受 然後經過我這幾天的不斷的去實驗呢 我終於找到一個我覺得是還不錯的方式去收納的 這次我去日本呢會待上一段時間 因為這次我會待上差不多一個月 然後加上呢這次我除了去東京之外呢 也會去北海道 那東京跟北海道的氣溫是完全是天差地別嘛 那東京可能沒有那麼冷 但是北海道是超級冷的 所以在衣服的需求方面呢 又是另外一個事件 我就必須要帶適合兩個地方的衣服 所以呢行李就會更加多 但是其實不是重量的問題而是空間的問題 因為大家知道冬天衣服都是一些毛衣啊 或比較厚重的東西 但是這些厚重的東西放進一個行李箱裡面呢 我跟你們說不管你們行李箱有多大 它就是不夠放 所以呢我就這幾天呢真的是想了很多辦法 試了很多方式呢 終於找到一個好像蠻可行的方式去收 這一次的日本型行李 那我已經把我想要帶的衣服純木拿出來了 然後我後面這顆行李箱呢你看 吊牌也還沒拆 因為這是我真的是剛新買的 這是MUJI的最大的行李箱 105L吧 對然後應該是30吋31吋左右 那為什麼我會特別想要買新的行李箱呢 因為我真的發現到MUJI真的很好推 我其實有一個26吋的MUJI行李箱 那這個行李箱是我之前在第一個公司上 百貨時才要去中國出差的時候買的 然後發現它真的很好推 那這一次我要去日本要帶的東西這麼多 26吋根本不夠裝 所以呢我就再買了一個31吋 但是沒有想到這一個31吋的行李箱超難買的 我真的是買不到 官網也沒有貨 但是最後呢還是給我在coupon找到它了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買行李箱的話 我真的很推薦MUJI的行李箱 而且還有那個可以有點像煞車的 煞輪子的那一個按鈕 所以你在坐地鐵什麼的 你不怕你的行李箱會滑來滑去 它會固定在那裡 就推薦給你們 那現在就跟著我一起來收行李箱 現在來開一下這個coupon的包裹 因為這個是我這次收行李箱的重點 就是買了這兩個壓縮袋嘛 就是可以把衣服壓縮 那其實除了壓縮袋呢 其實我之前還有試了就是用不同的 就是那種壓縮包 可是我發現到那個把它裝完的話 我行李箱根本就是一個關不起來的狀態 因為它太拱了 所以呢我最後還是想說 好那我就買壓縮袋 其實壓縮袋有分好幾種 一種就是你不用任何的工具 你不用那個吸塵器 你不用吸氣的 你就是這樣捲捲捲 它也可以放氣出來 但是它感覺上 就是壓縮的沒有的很完美 那所以呢我就去買了這一個 小小的 壓縮器 然後就可以帶進吸塵器 我根本帶不了一個 這麼大的吸塵器去國外 而且它這個非常小 就是超好的 就是放進行李箱 放去哪裡都很好攜帶 因為我這次去日本呢 其實前面六天是會跟朋友一起去玩東京 後面才會去找我爸的 所以我是會搬兩個地方 衣服上面呢 所以我就已經分配好了 我第一天穿什麼 第二天穿什麼 我就不用一次過 把所有的那個壓縮袋全部拿出來 就不會弄到整個行李箱 亂七八糟 然後要搬家的那一天呢 還要再一次全部重新整理過 這是一個可以給大家參考的一點 天啊 它也太大size了吧 OMG 我買到好像一個超級大size的 那我已經決定了 就是第一天第二天就會穿這樣子 就是比較有style一點的 因為東京的天氣沒有那麼冷 它可能比韓國還熱 因為其實現在韓國呢 超冷的現在外面負十度吧 然後可是東京可能就是 十度吧 所以我覺得那個溫差太大 我就覺得好 那我不用穿太厚的衣服 就可以穿得比較style的 又好看一點 如果大家想要看就是我 在東京更多的穿單的話 就要留意接下來就是 東京拍的影片啦 那現在呢 就是要把這個衣服呢 放進這個壓縮袋裡面 然後這裡有一個洞口就把它拆出來 然後這裡有一個洞口就把它拆出來 好拉 已經真空包裝完了 這就是我在東京六天要穿的衣服 真的是 從剛剛超厚一點呢 現在變成超薄的 如果大家是去冬天國家旅行的話 然後你們的衣服真的很厚的話 我真的強力建議你們可以用真空的方式呢 去收你們的衣服 然後帶過去 真的是會抱你的心理傷口的位置 真的非常建議大家 如果你們要買真空袋的話 你們一定要買這種 就是有扭蓋的 的真空袋 因為 其實之前呢 我家裡也有真空袋 不過呢 之前家裡的真空袋呢 是長這樣子的 就是 它是用一個 Rober的東西呢 把它壓住 但其實這是用我的吸塵器去做真空 不過你們看 其實這個真空 其實算還好 真的不像真空 這個才是真空吧 所以呢 我真的強烈大家 你們可以就是買這種 有 蓋的真空袋 然後再加買一個這個 真空機器 就是小小的 因為你去到國外的時候 你要收 行李回來 你也是要用真空包裝 所以這個真的是 非常推薦 那現在我要把這些 其他的衣服呢 就是 真空包裝一下 然後就開始收行李 好現在呢 我就是一袋一袋的 把所有衣服壓縮完了 然後我現在要把它收進行李 現在才是最好 那個難度的時候 然後 然後出國最重要的是要帶這種延長線 因為我很多東西要就是充電 所以呢 這有三個USB 然後有三個插頭 這是超方便 一定要帶 然後這是我的長靴 帶一個長靴去 這一個呢 是我去北海道穿的衣服 所以還沒去北海道之前 我都不會把它打開 就這樣子一直在真空袋裡面 聽說北海道就是會下雪 所以呢 我就買了我人生第一個就是比較貴的 羽絨外套 其實我覺得它就是在北海道穿的 就是回到韓國 沒什麼事的話 我應該都不會穿到羽絨外套 但沒有辦法 因為北海道就是一直在下雪 所以 羽絨外套必備 就是把它真空壓縮到一個 步行 因為你知道 羽絨外套本來就是一個很很很厚重 就是非常占空間的衣服 那現在這樣子就超方便 我也帶了一些尾巾 因為最近冬天呢 非常流行那個Muffer的尾巾 是有鬚鬚的 然後我就有好幾條 所以也要帶去 看現在的行李箱呢 就是這樣子被放滿了 其實它還有蠻多工錢可以塞的 就是可以放化妝品啊 一些東西 我帶了十幾套衣服 可是我可以這樣子收納 那我覺得真的超讚 因為就是把它壓縮了 所以空間呢就變多了 剩下的呢 就是我出發前 然後把一些化妝品 保養品再放進去 就應該差不多了 因為畢竟我去那裡生活一個月 很多東西呢 還是去到當地買就好了 比如像牙膏啊什麼的 那我們就日本見 大家早安 今天就是我們飛日本的日子啦 我已經就是把家裡的所有的店呢 全部關掉 然後行李箱也弄好了 一大一小 我根本說我行李箱真是超重 我已經在想我到日本 我要怎麼提著 一大一小的行李箱去飯店 Finger Cross 希望我們可以 因為之前其實我也提過我40公斤的行李 那只是太久沒有做件事情 覺得好像有點生疏 不行而已 那我們現在就要出發去機場了 但是我們剛剛接受到一個消息 就是說我們的飛機呢 要delay一個小時 應該是不知道 限度問題之類的 然後 就吃了一個小時 我們就少了在日本一個小時 真的覺得很傷心 但是 沒關係 我們就先去機場那裡 吃個飯 逛個街之類的 那我們就一起出發去東京啦 Let's go 我們到機場了 我們要去check in啦 現在我們要去找東西吃東西喝 因為 其實我還沒有吃任何一樣東西耶 我也沒有 真的很餓 第二耶 沒有不需要 OK 我今年在韓國在會餐 我叫了一個 Tonkatsu 跟一個 Yukkei Zang 但是 各位 我們到日本啦 我們到日本啦 那現在我們過了第一關 現在要過第二關 結果出境了一個半小時 現在已經是9點10分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到9點16分的電車 然後去到我們的住宿 我們住宿這次是選擇新宿那裡 然後我們要趕在11點前去check in 天啊第一天怎麼就那麼狼狽 我們現在什麼都沒有吃 什麼也沒有的喝 我的天啊還要扛超重的行李 我們終於終於盡力了多少個小時 兩個小時吧 一直轉車轉車然後爬樓梯扛行李 我們終於來到我們的住宿了 現在已經11點了 我們本來想說走去新宿吃壽司 可是我們真的太累 然後外面有點下雨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改變我們所有的行程 我們今天的行程所有規劃好的都已經被推翻了 我們現在就是要去DonkeyDonkey去買一些日用品 然後等一下再去便利商店隨便買個吃的 呼吸一下日本空氣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困在機場 困在飛機上太久了 現在要去DonkeyDonkey DonkeyDonkey 這是我第一次逛DonkeyDonkey 馬來西亞的也沒去過 台灣的也沒去過 首先就來到正宗日本的DonkeyDonkey來逛了 然後其實今天我主要是買那個電捲棒的東西 因為我不想帶來 因為電壓不一樣 我怕我的Dyson會壞掉 所以就來DonkeyDonkey買了 它這個中間可以放水 然後你在捲的時候就會有水捲起來 它可以順便把你的頭髮保持 可是這個可以加值嗎 可以耶 那還不錯耶 好啊買 立馬買 我們要不要買一個卡拉OK 不需要喔 12點22分了 然後今天我是12點鐘出門的 現在已經過了12個小時 然後我們到日本呢 也就那幾個一兩個小時吧 然後現在真的是已經精疲力盡了 然後因為現在已經12點了 我覺得還是不要那麼罪惡 所以我就叫了一份很多菜的東西可以吃 然後加一點蛋白質 有了一個溫泉蛋 還有不可缺少的布丁甜點 這就是我今天的 在日本第一餐 我們本來是想說去吃什麼很厲害的壽司 但是因為我們真的是太累了 所以 沒有辦法 我們就只能這樣子來 慶祝 有了哈啤酒 然後呢 我就很乖 我就買了一個天然的橘子水 來 已經決定了 就是我來在日本呢 我就是要好好的吃 減肥這種東西呢 回去再 回韓國再 再 再 開始了真的 很慘了嗎 嗯 哦 對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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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溫泉蛋超棒 清湯 哇 那蛋好好吃喔 我可以每天吃這半嗎 蛋好好吃喔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了 所以就是我現在到了日本 然後接下來就有很多關於日本的影片啦 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就是留言我的影片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還有追蹤我的IG 因為我會放很多story啊 或者是一些可能當天的傳達之類的 會跟大家分享 一定要去追蹤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 好 美白喲 安妞 耶 日本 我來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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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